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代理书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过一张图表 那这个图表里边我们看到四个 有四个外邦强国 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四个外邦强国历史是如何的 被这些意象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来的 其实当代理书里边所揭示出来这些历史事实呢 其实也构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 监约历史里边的大部分的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仔细地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监约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历史的图表 这个进展的图表 那么从南北国开始讲 那就是说南国在灭亡的时候 被灭的时候 他经历了三次被掳 然后我们进入了巴比伦 然后从巴比伦到波斯 波斯有三次回归 那么旧约的最后一本先知书 马拉基础也就在波斯时代完成 然后后来进入了希腊 那希腊的南北统治 在上次我们课里面已经看到 然后最后是罗马 就是耶稣时代的罗马 那么前面我们看过的这个代理书 主要是cover就是这个三部分 就是巴比伦到希腊这部分 但代理书里边有一点 他只讲了一部分 没有完全揭示出来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是关于犹太有一个独立的时期 这基本是在希腊后半部分到罗马 这部分有一个犹大独立的时期 这独立时期呢叫做哈斯摩尼王朝 今天呢我们会讲到这个事情 好那么怎么叫做旧约历史 旧约历史基本上到马拉基础为止 这就是旧约的时期 那么通常我们讲那个新约时期 从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开始 虽然新约的建立要在 耶稣上司家所成真正的 就是他有成就了这个新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和新约 之间还有一段空白的历史 那么通常我们把它定义为 就监约历史 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进展图上面 我看这个监约历史呢 它基本上包括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就是波斯统治时期 希腊统治时期 犹太独立时期和罗马统治时期 这四个时期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波斯统治时期 那波斯统治时期 我们主要是在回顾三次的回归 其实这个回归已经不属于监约历史 只是在监约历史的一个前奏 但是我们还是说一个回顾 那这个回归呢 它有三次回归 所罗巴伯回归 以沙回归和尼西米回归 那前两次回归呢 都是记录在以沙阿基里边 那第三次回归也就是尼西米回归 记录在尼西米里边 那么在波斯时期还有一本书就是 以斯贴记 那以斯贴记所记载的那个历史呢 其实是在两次 第一和第二次回归的中间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状况 那首先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做一点点的回顾 对这个三次回归 那第一次回归呢 是索罗巴伯回归 那是在我们讲那个 这以赛亚书里边已经看到 这个是这个预言的 在那个书里面已经预言 在古列的时期呢 犹太人会回归 那第一次回归呢 由索罗巴伯和这个祭司 对希尔来带领 那这次回归呢 大概是五万人左右 所为少 将近五万人左右 那这次回归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重建圣殿 所以他们这个犹太人 一旦回到犹太地呢 犹太地呢 就立刻去找所那个重建 重建那个圣殿 而且他开始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兴奋 据说在 在立那个 这个圣殿的根基的时候 那些祭司们啊 都穿上礼服来吹号 大家非常欢乐 做这件事情 但是开工不久之后 就遇到了那个 就林邦的阻扰 那个建殿的工作呢 就开始搁置下来了 这很多人就回去 去盖自己的房子去了 所以这么一搁置下来 将近14年之久 一直要到波斯大力王掌权的时候呢 才重新恢复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先知 哈盖和撒加利亚 我们看那个哈盖说 撒加利亚说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这一遍 来及时起来 来鼓励这个百姓呢 来复工 于是呢 他们就在大力吾王的第二年 开始重新复工 来建立这个神殿 四年之后又完工了 所以这个整个建殿的过程呢 主要是记录在 以斯拉基里面 然后这个建殿完成了之后 那后面58年之后呢 有一个王室叫以斯拉呢 就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回归 那这次回归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以神的律法来教导人 要重建圣明 主要目的就要回去看看 那些回归的犹太人 是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在生活 但他们回去的时候 就吃了一惊 发现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 去生活 而且他们不仅仅和外邦人去通婚 而且呢 效法他们行那个可证的事情 所以于是呢 以斯拉回来之后 就马上呢 召开了那兴奋步道大会 重整那个民心 所以以斯拉回归 给犹太人带来了信仰上的大的复兴 其实以斯拉这个人 他本身就是 就是大祭司的后裔 他通达那个神的律法书 是一位敏捷的文士 他在巴比伦还没有回归的时候 就开始收集和编辑神的圣言 创造文士的学校 创建那个会堂 那比如说是旧约里边的历代上下 就是处于他的手笔 那以斯拉回归之后 13年 就是我们就看到尼西里又回归了 他就是第三次回归 尼西米那时候就得到波索网的同意 他的回归不太一样 他是以朝廷大臣的生活回归了 主要是担任尤大的省长 那那是他的回归主要目的 就是要重建城墙 因为在第二次回归后的13年里面 由于没有建军的城墙 所以那些回归的犹太人 他们在耶路上常常受到敌人的同意 所以需要一个建军的城墙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尼西米回去就做这件事情 但他们在做的城墙上 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但是还是那个 还是那克服的困难 把这个城墙重建修建起来 前后只用了52天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 其实就是三次回归 那这三次回归 他就不仅你那个尼西米回归 就是在讲重建那个城墙 同时呢也是整顿了当时的一些弊病 他与文史以斯拉呢 一起合办这个布导大会 然后呢继续的来重建 这个他们的宗教信仰 所以这就是三次回归 但三次回归后面 还有一次回归 其实其实尼西米 在耶路上做了12年省长之后呢 后来又回到波斯一段时间 那回到波斯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又得到批准 再一次回到耶路上来 那再次回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以前所做的工作啊 没有被继续保持下去 因为有些百姓啊 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恶系上面去了 所以呢 他看到这情况又进行了一次宗教大改革 把所有的这个恶系都割除掉 所以三次回归呢 基本上也就是应该是到此为止 那这时候呢 就是先是马拉基呢 就写马拉基书 那马拉基书里边的中年就显示出来 就是犹太人啊 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 所具有那些宗教的热忱啊 已经被泯灭了 而且祭司们啊都变得出心大意 他们骄傲狂妄 自以为义 所以圣殿的服务呢 也变成图有虚表 所以这个马拉基在这马拉基书上面 就提醒百姓 就给他们一个warning 就叫他们归向上帝 并预言神的使者很快就要到来 所以这就是马拉基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马拉基书也就是 就是旧约历史的结束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呢 我们才是真正的进入那个监约历史 但进入监约历史 你看的时候 图表上看到就是 前面一段时间 还是在波斯这个时期时段里边 但是呢 在这段里边没有很多历史记载 所以我们讲监约历史的时候 其实是从那个 希腊将起 从希腊将起 所以我们下面是看的是 希腊的统治时期 那么在祖先334年呢 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大家就说去这个人 就衰领 在他的衰领之下呢 就是希腊军队 在军上面战胜了这个波斯 建立一个强大的强大的帝国 然后呢 他又回禀南下 就是征服了A级 而且呢 他的尼洛河口啊 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希腊化的一个城市 并且以自己的名字 为城的名字 叫做亚历山大大城 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 那这个城市是非常 非常宏伟 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 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人啊 他早期是从事 希腊哲学家亚历斯多德 所以呢 他非常热爱这个希腊的文化 所以他有一个信念 这信念就是 他认为借着希腊文化呢 就可以统立起天下 因此呢 他就立志推广这个希腊化 就把希腊文化呢 散步到他所建立的各个帝国里面去 但是亚历山大这个人啊 他一年早是 他三十三次就去世了 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帝国就分裂为四块 这也是我们上次在 丹尼书里面所看到的 这四块就是 多利麦 西流谷 卡山德 奈希马克 这个三块 那这里边 这个前面两块呢 跟这个犹太人有关系 因为啊 其实多利麦王朝 其实就是犹太南边的这个埃及 那西流谷王朝呢 其实就是犹太北边的叙利亚 其实这个 这个两块是非常的跟那个 这个犹太帝有关系 所以犹太帝其实是夹在这个中间 夹在这两兄之间 所以不但成为这个他们两个王朝的必争之地 也成为他们的交锋的地方 也经常成为一个战场 说历史上面记载上面有四次的南北战争 其实在弹语书里边 他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四次南北战争的经过 那么今天我们在讲那个 讲那个阶约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讲这个 这个详细的内容 好 这就从地图上来看 你看这个右上这块犹太帝非常小 那么前面上下两块 其实这个两个王朝非常的庞大 那犹太人首先呢 是在在埃及多利麦的王朝的通法下面 大概一半多年的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啊 就是希腊 就是埃及帝是希腊统治的希腊人 所以那个时候啊 那个在埃及帝的希腊人 他虽然在推广那个希腊化 但是他的手段的非常非常温和 而且不太去干预犹太人自己的宗教 尤其是多利麦王朝的非拉铁非我 他在亚利桑那那个地方 城市里面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 收集了各国的图书 你看他这个人不仅仅是 他自己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很好 希腊的文化非常好 他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 这就是左面一张图 就是一个亚利桑那图书馆的一个设想图 那么这个图书馆后来因为战争缘故 遭到很大的破坏 那后面呢 右边这张图就是他们现在的 重建了图书馆那个 那个图书馆里面的图书 非常的庞大的图书馆 那 贝拉铁非这个网 他不仅仅建立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 收集各国的图书 而且非常善待犹太人 来一直保存犹太的文化 更重要的是呢 他是召集了犹太学者呢 来完成旧约的翻译工作 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希腊文 其实是诗的译本呢 其实就是出于他的手 就是由他寿命下完成的 那根据传说就是说 贝拉铁非王在兴建图书馆之后啊 他为了充实图书馆的藏书 也邀请了很多人来写书 曾邀请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大祭司 以丽莎的写书 并且邀请十二支派的王室呢 将那个犹太人的旧约的 议成的希腊文 当时呢有十二支派的各派六个人 就总数七十二人来进行翻译 所以这个其实是译本呢 他不仅仅包括了这旧约的圣经 也包括一些刺警 和犹太人生活的一些文献 所以就这样就是 多利麦王朝控制犹太人 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 那么后面呢 因为经历了他们两个王朝 经历了四次的这个南北战争呢 那多利麦王朝最后呢 是败给了希腊谷王朝 于是呢 这个犹太帝呢 从此接受希腊谷王朝一个统治 就受到北方统治者的统治 所以他们希腊谷王朝接管的犹太呢 是在BC198年 那么当时的希腊谷那个王啊 是安提阿古三世 是他的统治 那犹太人开始还是比较欢迎他的统治的 但后来呢 因为他常常有多把交战 OK 战败 之后呢 需要赔款 于是呢 他向犹太人来征税 就结果也引起了犹太人很大的一个不满 那在他前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巴勒斯坦和临近的那个地区啊 发分为加利利 犹太 撒马尼亚和特拉肯尼这个地区 从地区上面来看 这些地区呢 也就是我们在新约时期所看到的地区的那个划分 其实是源于他的手 多利麦王朝他推行那个希腊化的过程非常温和的 但是希腊王朝他是不是那么温和 是非常具有一种强制性 所以当时啊 在犹太人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就是问题是要不要真正接受希腊化 面对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传统 要不要还是去接受外来的这种王法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讨论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那有一些显赫的 而且富有的人呢 他们为了迎合的统治者 就全盘接受这样新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所谓当时的新朝派 他们自称为一些进步的或者是自由派人士 那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呢 他坚持那个犹太传统文化和信仰 他们自称的自己是哈希腊人 意思就是近前派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法利赛人 就是从近前派发展出来的 尤其是到了那个安提阿古四次继位的时候 犹太人在西六古统治下呢 真正开始一段艰苦的岁月 那个安提阿古四次啊 他强行的推行那个希腊化 而且是傲慢 非常凶残 所以呢 他向犹太人呢 争取了重税 而且任意的更化大吉斯 因此遭到了犹太人的这个抵制 这个特别呢 他甚至把那个在耶稣上的圣殿里面 安放他们古希腊的那个天神 这个宗师的神像 而且立宗师的祭坛 又强迫那犹太人来献租给那个宗师 你看这个犹太人怎么可能受不了 所以犹太人对他可以说是这个恨之入骨 那最后呢 就引起了所谓的马加比革命 来反对安提阿古四次的统治 于是呢 犹太人就开始呢 通过的马加比革命呢 犹太人就开始过渡到相对自由的独立时期 就是哈斯莫尼王朝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的就是这个犹太独立时期 在这个安提阿古四次同志向 有一次行动当中啊 在安提阿古这个叙利亚官员 来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那个莫金村 强迫犹太人去去拜那个希腊圣 其实上几课我们已经讲过这件事情 那个村有一个祭祀 就是说马加比革 于是起来反抗 结果当时有一个犹太人 真的去讨好那些叙利亚的长官 竟然要上去来献祭 结果呢 就马加比革当场就把他杀掉了 而且呢 马加比革的儿子呢 有接着把叙利亚金官给杀掉了 又呼召大家起来起义 于是呢 就开始所谓的这犹太人的革命行动 用武力来对抗这个 安提阿古四次的统治 这其实就是马加比 那个安提阿古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 所以他临终时候指定他的三子 第三个儿子来继续领导 那这个儿子呢 最后大家就称了叫马加比 意思就是说是铁锤子 所以这就为什么这段历史啊 就叫做是马加比革命 那两年之后呢 也就在公元165年的 12月25号呢 这个犹太人呢 就是成功的重新夺取了耶稣撒冷附近的控制权 重新的在耶稣撒冷那个圣殿里面 能够做结晶圣殿 除去的偶像在圣殿里面献祭 这就是他们当时马加比革命的成功 那么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 传统呢 有一个叫做修电节 修电节其实就纪念这马加比革命的成功 你看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那个节 传统的有五个节是神规定他们的 OK 但是还有两个是外加的 一个是普尔节 普尔节大家知道是纪念就是 就是以示天际里面的胜利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个节是修电节 其实就是在讲那个马加比革命的成功 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呢 犹太人其实还在纪念这件事情 所以把这个修电节看成是 看鲁家意思就是 意思是奉献节的意思 他同时呢 由于过节的时候 他们家家户户点这个蜡烛来庆祝胜利 所以呢 通常也把这个节叫做 纵光节或者是光明节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圣 他们那个这个革命成功之后啊 就是犹太人就在这个 马加比亚的五个儿子 的族营领老下 继续的奋斗 继续他们独立的生活 虽然那个时候还是 有那个叙利亚统治 但是 每次叙利亚西流谷 他们派的军队来镇压的时候 都没有得到他们成功 那么到了马加比亚 其中一个儿叫西门 这个西门 成为领袖的时候 他已经被犹太人 用力为这个终身的大祭祀 那那个时候其实 这个西流谷的国里也在削弱 因为那个时候祭祀也是 他主要的面对就是 那个罗马的那个威胁 所以他们跟罗马那个交战的时候 他们这个国里已经相当的削弱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也需要犹太人的支持 于是呢 就容许了那个犹太人的支持 于是呢 他们就真的过渡到哈斯摩尼王朝 所以这个王朝大概是经历 大概这一百多年的事件 所以犹太人治理那个自己的王朝呢 就是开始 治理之后就开始自己的王朝 那哈斯摩尼其实是 马塔提亚祖父的名字 所以在这里呢 被沿用成为这个王朝的名称 这就为什么我们叫做哈斯摩尼王朝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希腊已经被这个罗马战胜 然后呢 他们建立这个王朝之后啊 这个西蒙啊 西蒙就在BC 139BC呢 与罗马的这个结盟 于是罗马呢 也承认了犹大国的那个独立的自主权 但是在西蒙死之后啊 他们所建立的所谓的哈斯摩尼王朝的很快啊 就沦落为一个贵族化和希腊化的政权 许多许多地方 其实和西蒙古王朝没有什么区别的 没有区别 那那时候呢 就犹太人里面就有两个党派 一个党派就是支持 就马加比家族来做君王和祭司的人 那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所看到的 杀毒盖人的前世 那还有一个就是哈西典人 哈西典人前面他们确实也支持 马加比的家族 但是当他们在争取到那个宗教方面的自由之后呢 他们就不再过文政治 所以其实那个 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从他们那里演变过来的 那不久呢 犹太人就受到了罗马人的同治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在新约时期 我们在耶稣时期 经常看到两种 一种是就是杀毒盖人 然后还有法利赛人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历史来源是 一个是从清朝派演变过来 一个是从晋建派演变过来的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那个罗马同治时期 那罗马呢 基本上是在168BC 在军事上面战胜了希腊 但是呢 希腊的希腊化 虽然被他们战败 但希腊化呢 继续在各地 还是在各地再继续下去 而且呢 犹太人当时呢 没有力气受到这个罗马人的同管 一直要到 祖前63年 罗马的将军 一个将军叫做唐贝 才摔京南下 制导耶稣沙冷 犹太地呢 在终于的沦陷 成为罗马的一个 一个属地 所以这个 犹太人 被这个罗马人接管之后呢 就有罗马在这个 犹太地设立他的一个 傀儡政权 那么当时呢 就有一个以东人 其实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以东人 犹太人的近亲 以东人 在安提珀的崛起 他呢 就是罗马的一个傀儡政权 的一个代表 他就被旁败呢 就受命为 那个哈斯摩尼王朝的 一个首相的顾问 他其实在犹太地呢 有相当的侍权 但同时呢 安提珀这个人啊 同时又去帮助凯撒 凯撒当初也是 罗马的一个将军 那后来呢 凯撒战胜了 旁败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呢 他重用了安提珀 OK 就这里边要讲到一个 罗马一点点 罗马历史 罗马就是旁败和凯撒 是罗马共和国时代 最后两个皇帝 然后呢 从这之后呢 就是奥克斯都 就开始争扎罗马的 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帝国时代 所以这两个人啊 就是一个是凯撒和 旁败的这个两个人 他们之间有很多 很多恩怨 那么其实在有一个电影 有一个电影 其实我也没有完全看过 是看过介绍 叫做A期艳后 这个电影 大概是四个小时之间 是没人拍的 就是在假当面 那么这个安提珀 这种其实是非常巧妙的 利用了他们两者的关系 从中 自己从中得利 所以最后在凯撒战胜了 澎湃之后啊 就委派 安提珀呢 其实成为 成为更大的一个 给他更大的一个权力 就是他成为这个犹太 和撒玛利亚 和加利利三省的一个省长 所以他成为 三省的省长 他一个人 完全不可能去管理的过来 所以他就立自己的长子 成为耶路撒冷的总督 然后立另外一个儿子 希律 成为加利利的总督 那这里的希律 其实我们就 新的世界我们看到 一个大希律 所以由此呢 就哈斯莫尼王朝 就告一段落了 他们的子孙呢 也最多担任了 一个大吉使的之位 那安提珀后来就死了 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政权呢 是完全由 他的儿子 大希律来 来继续 大希律其实啊 也是跟他老子一样 是一个会四处的 奉赢的人 他不论哪一个人 当上罗马的皇帝 他希律都 得到他们的信任 所以后来呢 就奥克斯都 就当上了罗马皇帝 那更是把犹太附近的 很多地方呢 就归给这个 这个希律来管理 而且认明 他是为当地的王 这犹太人呢 从此呢 就是受到 安提珀的儿子 大希律的统治 就成为了 大希律统治的时期 但大希律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极为优秀的 一个建筑师 他在位的时候 为犹太人建立了 很多超一流的建筑 和设施 那特别让他得意的件事 他就重新修整 耶稣沙万圣殿 但是他还没完成 他的工程呢 他就在公元前十年 就去世了 但大希律这个人 同时又是一个 生性非常凶残的人 我们在新约史 看到其实耶稣诞生的时候 扶杀伯利恒 那些婴孩的人呢 其实就是他 所以他死之后啊 根据他的遗述啊 他的王国 就分给他三个儿子 这其中一个儿子 就是养了基老 亚基老当时 接管着犹太 撒马尼亚 和伊图麦等地 然后呢 有一个西律安提普派 它是管理加利利 和这个利比亚的地区 然后呢 菲律伊斯 就管理 特拉肯尼和 这个图利亚的 这个地方 从地图上面来看呢 就是当时 就是你看 我用不同的颜色 表示出来 就是说 他们三个儿子 所分管的地点 那这个地点里面 我们看到 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中间那一块 去撒马尼亚 犹太和伊图麦 这个一块 是由亚基老来管理的 但是亚基老 在管理之外 地盘的时候 他并不受到 犹太人的欢迎 比如说 他认为了 更宽大吉士 所以犹太人经常反对 他 而且到处有那个暴动 其实在福音书里面 我看到 这个亚基老的记载 比如说在福音书 有马太冯第二章里面 记载 就是当初约瑟 他要带耶稣 和马尼亚 从那个 A级回来的时候 他因为听到 那个亚基老接地 他父亲 犀利作王 就怕往那里去 后来呢 在梦里边 神就指使他 他最后呢 往了加利利境里去 就有这个记载 那后来 犹太人向那个 罗马皇帝基地的请愿 罗马皇帝就将他 免责 放出去 所以最后呢 他们罗马直接派了巡抚 比达多来直接来 管理这个犹太地 那比达多呢 就是我们从福音书上知道 就让耶稣上十字架的 那位罗马巡抚 第二位呢 就是西律 西律艾提派 那汤桑在新的世界 我们就把它叫做西律 那西律其实就是杀死 那个 这个 约翰那一位 因为耶稣在 进行他的 施工的时候 他又花了很多时间 在加利利的地点 那他有三次 周游加利利 在传承天国的信息 那么他在 周游加利利的时候呢 就是在西律的管下去 所以当时呢 耶稣在他 其实初级 那个传教的时候 他名声大正 所以呢 他还听到 耶稣的名声呢 他以为是 那个 世纪约翰 死以复活了 所以他又想要 来杀那个 耶稣 耶稣呢 在那个 路加福音里面 称他是苦礼 以后我们 看了耶稣生平里面 其实讲到 他加利利侍奉神 你看了 为什么 这个耶稣在 山游加利利之后 他最后 离开了加利利 在加利利四周 在全道 的目的就是 要避免 西律的那个 追杀 那西律呢 后来曾经 向那个王帝 而曾经 希望得到 更大的权力 但是呢 他这种情绪呢 被怀疑成 具有野心 最后他也是 被罗马皇帝 放逐了 那最后一位 就是 菲利伊士 他是 三个儿子里面唯一的一个做比较好的一个王 在任期之内呢 他做有建树 特别呢 他做一件事 他为了纪念这个罗马的那个皇帝奥普斯东呢 他重建了一个古城 就是这个 一古城叫班尼亚这个古城 而且把他改名叫做 凯撒利亚 那个城后来呢 因为 某种原因 他就是这个城 通常就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 这个城呢 在福音书里面也被提到了 因为 耶稣在山游加利利之后 转到外围施工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凯撒利亚菲利比 对他的门徒进行考试了 所以这就是 他们看到 就是三个儿子来分管 他们那个 这个当初的地区 不同的地区 所以 所以呢 这段时期呢 通常也叫做说 丰丰王的管理时期 但是犹太人 虽然说 这些丰丰王的那个统治 当然他真正统治他们 还是他们的工会 和他们的大祭司 因为从了 他们纳共和那个 外交事务之外 犹太人 其实还享有 相当大的制度权 OK 所以在整个 整个耶稣时期 犹太人始终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来生活的 而且 一方面也受到 罗马人的统治 但罗马人的统治 到后期 在耶稣后期 这耶稣时代 结束之后呢 就 有非常大的逼迫 所以呢 有些激进的犹太人啊 就由于不满 这个罗马人的 干预和统治呢 就经常开始 有出现一些叛乱 所以最后导致了 这个公元70年 就罗马的提罗将军 就率领了 这个罗马军队 来 来缝烧 这个圣殿和圣城 结果是 把一切都毁坏了 结果呢 缝烧甚至连 那个城墙都拆掉 毁掉 那滞留下 西面的一个 一面城墙 叫做库墙 所以为什么叫库墙呢 因为千百年来 流落在世界各地 犹太人呢 他们当回到这个耶稣上的时候 都会跑到这面墙 石墙面前来 低声祷告 来哭诉这个流浪之苦 所以这种墙就变成 苦强 现在我们已经讲到 这个新耶时期的后面 我们就讲到这个 这个耶稣时期 耶稣已经上持架 后面发生的事情 在犹太人 在最后一次起 在这个公元135年 那个起 其实由巴克拉所领导的 那导火线呢 是因为罗马皇帝啊 就下令禁止那个 割离这件事情 并且在耶稣上的 那个圣殿的一个旧职 要建立一个 丢毙的这个神庙 所以引起了犹太人 真正的那个反对 但这个叛变并没有成功 巴克巴呢 就被捕了 从此之后呢 耶稣上真正的 就变成了 罗马人的一个城市 犹太人呢 犹太可以说是 从这个时候呢 彻底的就是父王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监约历史 OK 看到监约历史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介绍 那了解这些监约历史呢 对我们了解 耶稣时代的一些 历史呢 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下面我们要讲 这个耶稣时代的 这个政治和文化的背景 那主要我们讲两个方面 一个是政治方面 它受到罗马的影响 在文化方面呢 它受到希腊的影响 我们看政治方面 受到罗马影响 那在罗马政府的希腊之后 它的地盘是不断的扩大 到了公元117年的时候 罗马的版图 已经覆盖了整个地中海 欧洲和黑海的一半 所以就非常非常庞大一个帝国 那么他们在每次 他政府的一个国家之后呢 他把这个政府的国家 变成他自己的一个省 所以他罗马还有很多 外国人的省 而且这一省呢 主要是包括一些 种族相同 文化相合的一些人民 然后呢 怎么去治疑这一省呢 他就派自己总督 去管理 但有的时候呢 他也是 有些少数省份呢 经过他们的那个 罗马帝国的允许呢 也让当地的那个 傀儡政府来管理 你看 由当地的军王来管理 但是这些军王呢 必须是听从于 罗马的中央政府 那比如说西里王 西里王就是治理 犹太国的这个军王 但是呢 他必须以这个 这个罗马为宗主国 每年必须进贡 和这个税项 罗马人管理他们 他很smart 就是说他不大会 干涉地方的那个事务 而且很多地方的事务 包括一些财政 都是由当地的行政长官 来管理的 因为只有当地的行政长官 他真的懂得当地 是需要如何的 才能把它管理好 所以当地的这些管理上面 他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法庭 也甚至可以收到自己的钱币 而且呢 罗马中央政府呢 也不大干预地方的那个宗教 在这个时期啊 比如说犹太 他仍然有自己公会 仍然有执行摩西律法的权限 而且大祭司啊 在监管之下 仍然有很大的那个权利 同时呢 这罗马中央政府啊 也不干涉当地的文化 因为人民呢 仍然是有很多的自由 在哲学和宗教的教派里面 自己所相信和喜悦的 人民呢 也可以自由的来宣传 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的教理 比如说 同时呢 罗马这个政府的那个中央体权 非常的坚固 他给百姓呢 以相当的一个保护 比如说罗马的水路交通 非常的发达 使得旅行极为方便 自己为什么使得当时传教师啊 可以在地中海 就来回植物 所以罗马和帝国的管理啊 为这个耶稣时代的福音传播 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的条件 比如说福音时期那个保罗 保罗经常出去传道 但是有好几次受到那个暴徒的 那个山洞和攻击的时候 他反而能得到当地的 那个官体的那个保护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政治上面 在各个方面受到罗马的影响 那下面呢我们昨天就看到就是在文化上面 他怎么受到希腊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希腊文化随着亚三大大帝的 这个东正呢 他就是把这个希腊化带到了不同地方 尤其带到巴勒斯坦 和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呢 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希腊化文化 叫做混合文化 通常意识上面把它叫做希腊化文化 那希腊文那个时候也成了 那个官方和民间的一个通误的意义 通用的一个语言 这样的情形虽然的希腊被罗马所 所战胜 但这种情形呢 在罗马的统治时候呢 并没有改变 一直被持续下去 所以希腊文的普及 其实为基督信仰在外邦人世界上的传播啊 创造语言上的条件 而且希腊文其实是 这个西方文明 他们认为是 自己认为是最强的一个语言 因为希腊语的结构非常清楚 概念透彻 而且呢 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 这种语言啊 适合于比较严谨的概念和实际上的表达 所以新约里面 当然都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 同时更重要一点 就是希腊文化里面的哲学呢 为基督教神学打下了这个真正的理念基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国家很特别 特别是雅典 它是哲学的国家 希腊哲学 它从祖前六世纪呢 就开始发展 就是那么一块土地 突然在祖前六世纪开始的 就突然就开始了 这个理性上面的发展 这个理性发展 是开拓人在理性上面探讨 这以前人们都是崇拜假神 迷信 这个理性探讨使人家 使大家从那个拜假神和迷信当中 醒过来 真正开启了他们的世界本源的追求 和唯一真正的一个探索 所以希腊哲学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为基督教后面的信仰的神学理论 推出奠定了理性的一个基础 虽然这个希腊哲学家 他没有真正的直接启示 他只从理性上面探索 但是他们的这个理性 对世界本源的探索思考 就为这个基督教最后的信仰的神学 打下基础 就是他们的理性思考 和这个最后的基督教宗教里边 这个真正的启示 结合在一起呢 就产生真正的基督教神学 所以当时在希腊早期 有三大只哲学家 大家也知道 苏格拉底 布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那么尤其是布拉图 亚里斯多德 其实为后面的这个大的神学家 就是一些神学建立的 建立基础 比如说是奥古斯丁 就是一个大神学家 他是以布拉图思想为基础的 那后面在中世纪 有一个叫做阿奎 他的神学家也是以亚里斯多德为基础的 然后呢 在希腊中期时候 有这个两大神学派别 其中特别是斯多尔派 这一派呢 后来就产生了 就布拉提尼的新布拉图主义 这个布拉提尼的新布拉图主义 可以算古典希腊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时候 希腊哲学已经参透了基督教思想 在这里边 其实这个布拉提尼的新布拉图主义 它不是纯粹理性上面的哲学思想 它是一些所谓的宗教哲学 已经产生这样 那后来基督教这个神学理论 继续发展的时候 有一些重要的概念 比如三位议题 就是有他们这个布拉提尼 新布拉图主义里面的理性基础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 就是说这个哲学就是 到中文世纪有这个基督教神学理论 继续的发展 那虽然它走了一个偏路 走到经验哲学那个体系里面去了 就走了偏路 但是呢 他们的继续讨论产生了 唯实论和唯明论 这两方面的讨论 那这两个讨论呢 就奠定了 现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基础 所以从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就是说就有一点一个自然哲学 就是说我们看到 就是古希腊理性思维 和那个基督教那个神学思想结合起来 才真正产生了那个 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的 迅速的发展 现代自然科学迅速的发展 这就解释为什么 比如说 就世界上真正的这个 自然科学的现代发展 是起源于那个时刻 那个时代 而且起源于 就是在欧洲那块图长里发展 因为其实那个图长里面呢 它有它的基础 一个是希腊 古希腊的理性思维 和基督教神学的思想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这个监约时期 受到罗马和那个希腊的影响 的多方面影响 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的 神福音工作的准备 在语约上面的准备呢 就希腊文的普及 在神剧上准备的 希腊哲学的发展 然后在福音传播方面准备呢 是罗马管理的系统建立 这是神在这个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个人在那个 我在信主之前 又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我对当时就是 这些历史的发展 就感到很好奇 我想怎么会 这个希腊文化这个发展 是然后呢 跟基督教有这么大的 紧密的结合 后来我看到一些教会历史 我们才发现这里边 其实后面有神的 一个准备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 耶稣时代政治和文化的背景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主要讲到 犹太的传统宗教 在两位之间的传统宗教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分两部分讲 一个是犹太人的宗教职位 和犹太人的宗教团体 犹太人的宗教职位 在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两个职位 一个是祭司的职位 那我们知道祭司呢 他执政主要是 执政主要是献祭 来传承神的旨意和教委 这个民众 但是在以色列人 他从巴比文回归之后 他们因为没有 再没有王 所以他们很多管理 是由祭司来管理的 因此呢 祭司的权力呢 逐渐逐渐就扩张了 而且涉足了政治 他拥有政治的权力 尤其是马加比革命之后 所建立的王朝啊 更是以祭司为主 执政的一个草带 所以在这种政治的环境下面 就免不了争权夺利 所以祭司呢 也难保清告 因此那个时候祭司 也就是在那个 新约时代的祭司啊 已经不是原始以下的祭司了 而且外来的统治呢 有的时候任意 费那个大祭司 立新的祭司 甚至有的人呢 用钱来收买 而得那个大祭司的职位 这是关于当时的 那个祭司这一个职位 还有一个重要职位 就是文士 那文士呢 其实是取缘一个以色拉 在贝鲁时期所发展起来的 那文士本人他不是一个政党 或者一个教派 他们只是一个 以法利塞人为主的 一个犹太人的学者 那他们主要的责任是 抄写律法 宣读律法 书和讲解律法 所以他们特别的是 注重口传律法 他们的 那所以这些文士的人啊 这一看的是民间的教士 他们他就称呼他是拉比 在圣殿被毁之后啊 当他们被毁到巴伦区之后呢 没有圣殿去敬拜 所以呢 就是失去了真正的 这个崇拜的中心 所以他们在新的环境下面 就创立了会堂 所以在安息日啊 或者节日 他们就在 这个会堂里一个聚集 来讲解 就叫了那个律法 拉比呢 其实也就在 常常是在会堂里面 在讲一个圣经 那回归之后呢 这个会堂的传统呢 被延续下来 拉比呢 就成为这个会堂中的老师 所以这就是宗教上的所谓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犹太人的宗教的团体 那宗教团体呢 他主要是有这个 法利赛人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耶稣那个历史里边 我们看到法利赛人 经常出现这个名词 那法利赛人的意思 就是分别出来 他们与这个当政者不合 就要分立出来一些 虔诚的那个宗教人士 大概呢 是在祖前150年形成 前面我们就看到 他们形成的一个原因 形成一些历史原因 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史 律法 特别他们注重的是口三律法 他们的 就是古人的遗训 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口三律法 其实是那个 摩西的律法是一部分 而且把它呢 和那摩西的文字律法 放在一些相同重要的位置上面 但是这帮人啊 他们往往是行为上的敬虔 但其实往往是出有虚表 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呢 他们相信救恩是来自 完全来自于遵守 那个律法 而不是说罪的赦免 但是他们相信有天使和魔鬼 相信肉身的复活和永生 那文师 我们前面讲的文师 其实就是 大部分的就是法利赛人 他们在耶稣 生前的一世纪呢 所产生的 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法利赛人里面有两个 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的拉比 以此呢 就是形成了两大学派 一个是西律 一个是沙迈 西律呢 其实对律法呢 采取比较自由的态度 沙迈呢 这一派呢 对他的比较严格 比如说我们新闻事件 我们看到保罗 保罗的师父呢 加玛烈呢 其实就是西律的孙儿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沙都盖人 沙都盖人 他的意思就是公义者 那可能起源于 就是所罗蒙时代的沙都 那么他们这帮人呢 主要是祭司阶层的人 可以说是当时的 那个执政者和权贵 他们反对法利赛人 在律法之外 所加上很多的疑训 他们这一派特点是信仰 因为他们已经 他们演变过来 其实从 新朝派演变过来的 所以呢 他们受那个 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信赖那个逻辑 看清的信心的价值 从宗教信念上面来看 他们不相信 旧约全部是上帝的话语 而且不相信 肉身复活和永生 不相信有天使和魔鬼 那为了保持 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些沙都盖人呢 他不惜与这个罗马人妥协 其实沙都盖人 从他们个人的兴趣来说 他们主要的兴趣是 不是在于政治 而不是在于宗教上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党派 比如说是奋利党 奋利党呢 是犹太人当中的一种狂儿派 是古代这个 古代以后呢 这个犹太教里面 一个激进的派别 主要由社会的地下层所组成的 那宗教信仰上面 他们与法律下人一样 信仰就是摩西的律法 而且热情的来等待 米赛亚国度的将领 在政治上面 他们非常的反对 这罗马的统治 善主席他们会去暗杀 罗马的官员和犹太人 里面一些亲近罗马的人 比如说这个 耶稣十二的使徒里面 一个使徒叫西蒙 西蒙就是分裂党的党员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西律党 西律党其实是 拥护西律作王的人 西律党可以说是 这个西律王朝的一对御用党 那么他们呢 他们呢有一个特别的理念 就是他们呢 把那希腊人的一些 统治和犹太人的教训 结合起来 他们就以此呢 宣称米赛亚国度 已经在西律王朝里面 已经被应验了 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后来他们看 这个耶稣啊 所传的道 和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呢 于是呢 他们就联合一些 保守犹太人 一起来杀害耶稣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党派 各种各样的人士 但我们现在讲 主要是为了 目的就是为了 介绍耶稣时期的 这些背景 OK 我们最终的目的 主要是介绍 介绍了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有四本福音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和约翰福音 所以这个四本福音书啊 其实从不同的侧面 来展现了耶稣的一生 所以这个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呢 他们都是根据 他们所要面对的读者 和他们所要强调的主题 来安排和选择的内容 以展现了 耶稣某一个方面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四本书 都没有 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看到 他们互相互博 没有矛盾 而且真正展示了 耶稣的一个 一个整体的形象 所以看到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 基本一个介绍 那后面的四本福音书 其实他们侧中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呢 我做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介绍 你比如说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说的 他主要的面向是犹太的基督徒 那个书中主要的目的 他是把旧约里的预言 和耶稣的生命建立起来 以此来证明耶稣呢 就是旧约预言的这个弥赛亚 并强调耶稣所具有的 那些解释上帝律法的权柄 以及有关天国的真理的教导 他大概是在主后 50到70年间形成的 那么下面 还有本书大家很熟悉 就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所对象的 主要是外邦人 特别是罗马的基督徒 所以马可福音这个特别 他从神的仆人的角度啊 对这个耶稣的侍奉 做出非常深度的一个记载 他做的是马可 是就是使徒彼得的 一个亲密的友伴 这里面大部分内容 实际上是来源于彼得 所以马可所记载的事情啊 其实彼得差不多 他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马可在传讲这些 写他福音书里面说 描述里面是非常生动 因为他往往前前 是有这个彼得这样的一个 坚定的说 说告诉他一些细节的 然后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主要面前也是面向外邦人 特别是希腊的基督徒 那么这本书呢 主要强细介绍了 这个耶稣的生平和事工 特别的就是注重耶稣的拯救的普世性 路加福音啊 是四本福音书里面 对耶稣的生前和那个童年时代 描述的最强细的一部书 他主要由路加来写成的 成书时间也在组合60到70年之一 那主要是也是靠那个使徒的口传和笔录 路加呢也亲身的 也访问了很多目击者 从此呢得到很多耶稣生平的那个事迹 于是就写成这个书 他访问这里面也包括了 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最后一部福音书呢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跟其他书不太一样 他是面向普世教会 他主要这里面含有很多的 希腊思想家的哲学家的思想 所以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约翰福音呢 是具有很多的神学性的东西 在这里面 那这个本书呢 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写到最次的 那么有很多很多耶稣的言行啊 一些经历啊 在其他书里没有被设计 而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 特别讲到耶稣的那个神性 和基督徒的那个 这个属灵生命的建造 特别从讲到这个耶稣的 早期的传统生活 传道的施工 只有在这个约翰福音 被记录下来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介绍了 新约时期的一些背景 然后呢 我们简略的介绍了这个四本书 好 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 其实有一部内容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先严历史 很大一部分跟那个 代理书里面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我也感到很奇怪 就是说 我们才讲我们的代理书 然后呢 现在讲新约历史的一个背景 正好两个讲 两个节课可以非常的 smooth的 就是先接过来 我们就做一个间断的 结束祷告 我们就结束 天后我们感谢你 今天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了解耶稣的生平 了解他所走过的道路 就天后在以后的几次 在我们这主日学特别是关于耶稣基 生平这个系列当中呢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了解 这个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意义 能够真正看到你救赎的那个大恩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系列学习 能够真正的被耶稣的吸引 来跟随他 一样的来背起我们自己实际下 来成就你们 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功 谢谢天父 向祷告奉祖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南沛 阿们 从我们的山 tha